今天最后一堂就是这堂 我要讲有关苦难的事情 各位 我昨天就再三强调说 神给我们的救恩 是带来我们的灵魂得救 生活得胜 还有最后身体复活 各位我不断地强调 救恩也不只是 神好像只有把我们从水中救出来 之后就看我们的表现造化 不是这样 神把我们从地狱的火 从世界救出来 今天当我们还在世界的时候 神应许与我们同在 也天天把我们从地上的苦难拯救出来 我们主耶稣说 很清楚地说 在地上你们有苦难 但是你们能放心 我已经得胜了世界 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苦难是一个现实 苦难不是我们要逃避的课题 苦难是一个reality 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 有仇敌的世界 我们也活在这个有罪的性情里面 所以我们天天都会面对 这个罪恶所带来的 有邪恶的工作 带给我们苦难的一种现实 所以当我们在讲 神救赎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能逃避 应对这苦难的解答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保罗他时常也夸耀他的苦难 然后他也夸耀 神怎么在苦难当中拯救他 他身上有一根刺 然后他说他三次向主求 那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 显得完全 有没有 我们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 最后一本书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快要熏道 那时所有的人都离开他 没有人前来帮助他 他说所有的人竟都离弃我 但是他说 愿这罪不归到他们身上 所以他没有因人离弃他 怀有苦毒 他在心里面是很清洁的 然后最后他说 唯有主站在我旁 给我力量 使福音竟都被传明 所以各位 很多基督徒以为 那做基督徒就是要 乖乖地承受那个苦楚 其实不是 因为保罗每一本书信里面 都为基督徒面对的苦难 做出解答 因为我们的神 不但是从地狱中救我们的神 乃是天天拯救我们的神 那么当我们说 神从苦难天天拯救我们的时候 到底这是什么观念 一般的人就常认为说 我没有钱 神给我钱 我没有工作 神给我工作 我的婚姻有问题 儿女有问题 我们就盼望 我们有一天睡醒了 这些问题 一刹那间就是结束了 很多人对神的救赎 就认为说 好像是一种奇迹般的解脱 让这个问题消失 然后又真的消失 各位 可能有一天 这些问题会消失 但是往往神的 但是往往神拯救我们 不在于那个实际的问题 马上消失 神的拯救 往往是在 在你面对苦难的时候 神怎么与你同在 阿们 所以祂怎么坚强你的信心 然后给你充足的信心 来面对现在的那个苦难 然后祂给你那个超出苦难 超出问题的眼光 很简单来说 神的拯救呢 是跟我们的心灵 先是从我们的心灵开始 各位 从我们的心怀意念开始 往往不是先从那个现况 你所处的那个现况开始 所以很多的人 他们就一直寻找 神在现况中打救我 神挪去我实际的问题 但是他没有看见心中的主 所以他们就 在那个苦难当中 没有办法经历上帝 恩上加恩的祝福 那我们来看 保罗他怎么面对苦难 那我们这次是讲 菲利比书 所以我们继续看菲利比书 这菲利比书里面 可能很少人 有这样的眼光来看 菲利比书里面 保罗都是好像 很有信心的一种宣告 无论是生是死 宗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我们就以为是这样了 对不对 但是其实保罗 他还有很实在的 做出一个 他面对苦难的一种解答 他在怎样的心境 他以怎样的心灵 来面对这个苦难 我们看菲利比书四章 四章四节 四节我们看 这里保罗说 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 我在说你们要喜乐 各位 马上哪一个字 刷到你们的心 喜乐 还是 这个世界很多人都会喜乐 靠主 靠主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靠主 这个意思就是 在哪里发生 在心灵里面发生 然后呢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保罗的喜乐 不是一种天然性情 乐天派 天塌下来当被盖 不是这样 这个是他靠主而得的喜乐 所以这个靠主 是有一个秘诀在其中的 那么特别在苦难中 难处中 有需要中 我们怎么靠主 所以我们要读下去 那我们一句一句读 我给各位看 第五节 当教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主已经尽了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 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就这么简单啊 很多人就觉得 他面对苦难这么简单啊 我不可以啊 我祷告了很久 我的心怀意念还是不平安 各位 保罗在这里讲什么 讲到祈求 凡事借着祷告 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思想这个 到底你在苦难中 缺乏中 顾虑中 顾虑中 要怎么祈求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八节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事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 思念 各位 这里讲到什么 保罗的心境 保罗他的思念 到底他的思想里面 他的判断里面 装着什么内容 所以在这里 也是各位 一定要多明白 保罗现在在监狱的时候 他带着怎样的思念 来面对他的困境 然后下面说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要行出来 赐平安的神 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所以 并不是神没有同在 你们没有顺服 你们看到 看到保罗的美好的榜样了 你看到他这样的 蛮有平安喜乐 但是你自己选择的是 忧愁的意念 负面的意念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去行 然后我们继续读下去 等一下我一个一个解释 第十节 又在讲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 如今又发生 你们向来就思念我 只是没有得机会 我们都知道 菲利比教会 借着这个 以巴夫提 把款项带给保罗 对不对 他现在在哪里 他在软禁 各位知道 罗马有两种监狱 一个是黑黑的牢房 那个是准备要判死刑 另外一种 因为牢房不够 囚犯太多了 所以有些的牢房是 好像你自己有钱的话 你租一个房子 那你就关在里面 那罗马兵丁就看住你 所以他就是需要有钱 然后要租房 然后关在里面 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 最后他就是在那个地方两年 很多人就一直能够来见他 那个看守他的罗马兵丁 也恩待他 所以福音就是他好像 关在一栋房子里面 然后这样接着他 天天见人这样传出去 所以这个以巴夫提 把款项带 他们都知道保罗的需要 所以把款项带给他 然后他就说了一个宣告 他说十一节 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 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不要学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各位什么秘诀 什么秘诀 他怎么靠主的秘诀 所以一定要 前文一定要读上去的 所以这个靠主 靠得到靠不到 就是现在我们属灵的功夫来的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做成得救的功夫 这个可以说是最关键的 最后十三节 你看他靠主怎样 一二三 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所以不是他自己有力量 乃是有加给他力量 那你怎么靠他 你怎么经历他的 力上加力 是你怎么胜过苦难的一个秘诀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们一起来看 保罗他怎么面对他的困境 也是我相信 我们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功课 在这里 比如说第六节第七节 我们先讲 第一 有三个主题 困境中的祈求 思念跟满足 在六跟七节的时候 其实这里讲到 保罗的祈求 他怎么祈求 各位你在苦难中 怎么祈求 很重要 各位我们先问 到底什么事情 会促使我们祈求 各位有没有祈求过 当然不要忘求 但是神没有叫我们不要祈求 要懂得祈求 什么事情促使我们祈求 圣经怎么说 他说应当义无挂虑 所以你一定是有挂虑的时候 你一定是有需要的时候 你有焦虑的时候 所以应当义无挂虑 所以保罗在这里给的 在你面对这个挂虑 那个答案是什么 是你怎么将你的挂虑 转为祈求 很重要 将你的挂虑转为祈求 各位如果你不懂得祈求 你就一直留在挂虑里头 你就会将你的挂虑放大 然后就那个问题就压倒你 你就会灰心丧志 你灰心丧志的时候 你就不做成得救的功能 你就停顿在那地方 所以在这里 保罗特别强调 在这个有苦难的世界 我们一定是有许多的挂虑 为孩子挂虑 为健康挂虑 为生机挂虑 保罗说 你要将这些挂虑 转为祈求 那怎么祈求 各位注意 保罗在这里特别讲 第六第七节 他要带出的内容 就是你们怎么祈求 不是无奈的祈求 不是绝望的祈求 因为这种的祈求 是不幸的祈求 要怎么祈求 保罗怎么说 凡事接着 祷告 祈求 和感谢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怎么怎么简单了 对不对 这句话里面 哪一个字抓到你的心 凡事接着 祷告 祈求 和感谢 这里有一个字出现 各位 在这个祈求当中 是我们很少做的 你们哪一个字 感谢 对了 各位 感谢主 大家都很敏锐 感谢 以前我读到这个字的时候 我就奇怪 我们通常感谢神 是因为求了 得到了 才感谢主 但是保罗在这里讲 祈求的时候 是同时一起 祷告 祈求感谢 讲你所要的告诉神 为什么要感谢 各位 为什么感谢 你问 还没有得到就感谢吗 你的感谢的根基是来自哪里 来自你对神的认识 很重要的 来自你对神的认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位神是怎样的神 祂是全能的神 爱你的神 知道你需要的神 所以呢 你在你求 向祂祈求的时候 你是凭信心求 认识祂的信实而求 并不是无奈的求 有些人是不信的求 求咯 不懂神会不会给 可能他听又不听 看他咯 有这样的心 根本不期待神的 跟你认识神 认识祂的信 认识祂的属性 你知道祂顾念你 对不对 所以求求的同时 感谢了 各位 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 所以我们求的心境 是不是信神而求的 信神的应许而求的 就在于你有没有这个感谢出现 有一些人向主求了 祂已经喜乐了 所以的故事 各位哈纳的故事 哈纳痛苦对不对 不能生 他有一个对手 天天刺激他 他在神面前 惊心吐意 各位有没有 那个祭司长还以为 他是喝醉 对不对 他说不是 求你顾念 你使你的苦情 对不对 他把自己的那个痛苦 全部在神面前 就是讲出来的时候 他起来就不再丑容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还没有怀孕 各位注意 你们有没有注意 很多时候 是我们的祈求缺少了 我们真信而带来的感谢 为什么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不信 我们对神的不认识 我们对神 我们以为神不顾念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很合理的 告诉他 你的需要 你的担心 你的顾虑 爱你的那位神 知道你需要的神 他听见 所以很多时候 在祈求的时候 从这个忧愁 转为感恩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这个心境是很重要的 因为从不信 转为信心的那种祈求 一定会达到 神的耳中 所以我跟各位说 福音 虽然不是 人的需要 而产生的产品 各位注意听 福音不是人的需要 而产生的产品 福音是神赐给人类的救赎 但是福音 绝对能够满足人的需要 福音 救赎的福音 对不对 救赎的福音 你真认识 救赎福音里面的应许 甚至你怎么跟神同行 你怎么呼求神 在你的心灵里面 你会得到他的答案 得到坚强起来 得到能力 各位 救赎的福音里面 有这个东西的 所以千万千万 各位不要只有学道理 所以我们的信仰 有心灵的层面的东西 我们认识了主 我们用神的道 我们神学 这样认识了主之后 但是你在你的祷告 你的内饰里面 你跟神亲近的那个地方里面 你要知道 那个地方 神向你说话 神安慰你 扶持你 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从这个地方 从哪里开始 所以神一定会满足你需要 对不对 从哪里开始满足 从心灵满足 从心灵满足 因为第七节说什么 下面说 神所赐 除人意外的平安 必定在耶稣基督里 保守你的心怀 意念 各位有没有发现 都是在讲什么 你的心 各位有没有发现 然后出人意外的 你想象不到的 原来当你这样的 抓住神的应许 仰望祂 祷告祂 很奇妙的 一种平安来到 其实呢 这个就是神亲自与你同在 贴近你的时候 在苦难中安慰你 所以各位 我们是在求结果吗 其实结果都在神手中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一直在求的是一个 看得到的结果 看得到的结果呢 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 只有那位能够 创造我们的心灵 满足我们的心灵 充满我们的心灵 那位神 祂靠近我们 我们贴近祂 祂贴近我们 我们亲近祂 祂就亲近我们 这个才能够叫我们从苦难里面出来的 所以出人意外的平安 所以你怎么祈求 你怎么会看见神的帮助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苦难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什么 简单来讲 就是心怀意念里面的平安 对不对 你的苦难 你想想看 很多时候 问题还没叫你死 已经担心到死了 有没有发现 揪心到死了 这个 这个东西 其实 整个心灵的战争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 这个属灵的战争 对不对 仇敌要叫我们疑惑 所以要懂得祈求 所以苦难 保罗给我们看到 他的一个 怎么面对苦难 第二 各位 第八第九节 这个地方呢 又讲到什么 这里讲到 思念 保罗他的 他现在给我们 其实他的整个的信仰里面 就是这个东西 现在他在教导 菲律比教会 思念讲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你的思想 你的判断 各位 在这里呢 第八第九节 在困境来的时候呢 各位的思想呢 有没有发现 往往跟第八节讲的是相反的 第八节讲的是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有什么德行 有什么存在 这些要你要思念 但是困境 苦难 袭击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时候是 想的是 消极的 负面的 埋怨人的 责怪人的 自私的 自我的 误会的 虚假的 各位很多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痛苦的时候 我们是 怪人 都是因为他 所以我这样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们记得吗 保罗 所有的人都离开我了 愿这罪 不归到他们身上 他不让罪 在那个时候 侵入他的心 但是反而 我们很多时候 夫妇吵架的时候呢 各位 你对彼此就是怎样 你叫我痛 我也叫你痛 所以就直骂 直说 数落彼此 各位 这些东西都是 其实都是 叫我们的心里面 更苦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保罗在这里呢 他说 他很清楚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各位 这个 这个 以前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一直问主 主啊 圣经是不是讲 积极思想 凡是 公义的 可敬的 美名的 好像叫我们 positive be positive 现代的人 很多这种东西嘛 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 圣经肯定不是讲 积极思想的东西嘛 积极思想是没有根基的 所以 为什么保罗这么讲呢 各位 后来我就知道说 第一 无论怎样的困境 都是神在带领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 过度的消极 Amen 所以呢 这一点很重要的 然后第二点呢 通常在困境的时候 我们是只有看到 负面的 因为人的罪 人的软弱 都是很负面的 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两个人呢 我刚才说 有服事吵架的时候呢 想的话都是负面的 我们思想 我们想彼此都是负面的 但是各位 我们一静下来问 保罗所讲的 有没有什么可称赞的 两个人 有服事的时候吵架 是不是两个人 其实都爱教会 只是从不同角度 对不对 你现在你的思想 就转回可称赞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些人 你看他讲话 这个弟兄 为什么讲话 这么直 得罪人 但是不要 他就留在这边 你就 哎呀 还好 这个弟兄呢 他是不虚假的 比较真实的人 所以讲话比较直 这也是很好的特质 对不对 有没有 有没有有点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被触动的时候 我们不懂的思想 神叫我们思想的 有可称赞的 有美名的 我们都是想 不面的 糟糕的 完蛋了 保罗在菲利比书 第一章的时候 如果你们一开始就看 前面他写书信的时候 他在做监狱 一章十二节 他说什么 他说 我所遭遇的 叫福音兴亡 因为现在 欲营全军都知道 我的锁链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有没有发现 你看 在这个最不乐观的情况里面 他还是想到 神美好的作为 还是想到这里面 有神美好的 神的公义都在里面 所以 我不需要去怨恨人 骂人 神都有他的完整的带领 所以 保罗是这个的专家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因为在那个环境 过度的消极的时候 我们只有看负面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定 各位要操练自己的东西来的 所以 甚至 保罗后来就讲到什么 你们思念我的心 如今又发生 你有没有发现 连他很缺乏的时候 可能真的完蛋了 没钱了 忽然间 款项过来的时候 如今 你们思念我的心 又发生 从这个事情 这个 原来很缺乏的事情 神叫他看见 教会爱他的心 所以给他 不但是物质上的需要 也给他心灵的安慰 你们有没有发现 所以保罗是懂得查验 懂得确认 神的同在 神的帮助 我们很 很着急 焦虑的时候 我们通常看不见这些 我们看不到神的保护 我们只有看到情况的糟糕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学习 保罗 他在这一点上 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 非常好的榜样 所以 思念 然后呢 这里说 保罗现在要教导他们 所以你在我身上 弟兄姐妹 你们在我身上看见的 怎么说 你们从我的身上 学习的 领受的 听见的 看见的 我都是这样教导你们 你们也怎样 这些事 你们要去行 所以呢 人的思念 一定带来他的行动 各位 一定记得 很多时候呢 我们只有看一个人的榜样 比如说我们看 哎呀 这个牧师 他这么有信心 我们看这个弟兄 这么有信心 各位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都是人啊 我们也只不过 蒙受了神的恩典 对不对 所以当你看到 不要羡慕 你们不要羡慕保罗 他这样思想 这样判断 你们也学习 然后你们也行 有时候呢 苦难来的时候 不是叫你祷告苦难离开 苦难来的时候 是叫你知道 主啊 下一步要怎么做 我带着切据 带着平安的心 爱你的心 来应对那个苦难 怎么行 赐平安的主 又来了 就必与你同在 有没有发现 所以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不是等 一定有要做的事 要顺服的事 所以请大家 知道怎么祈求 保护你的思念 然后行当行的 赐平安的主 就与你们同在 第三 很快的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 这里 这个功课是 各位都要学的 保护在第三 讲到什么 他的 其实这个就是 第十一节 到十三节 其实一句话来讲 他讲到 他的知足 或者他的满足 他的满足 各位 他说 我什么情况 都可以知足 我已经 学会了 所以 注意听 我们的信仰 不是 带着一个理想 然后叫神 为我成就 不是 你们明白吗 你带着一个理想 神你来成就 No 我们乃是学会 在各样的情况里面 满足于 神给我定的理想 满足于 这个是最理想的 有时候 保罗不够的时候 我刚才说 他看到 弟兄姐妹 爱心的付出 感谢主 他被关起来的时候 前面第一章 他看到 弟兄姐妹 因为我被关在监狱 越发放胆传福音 感谢主 有没有发现 所以 他很知足的 他在这个现况里面 他在这个现况里面 他没有挣扎的 他说 我已经学会了 无论是怎样 处卑贱 处风 处饱足 处鸡 有余或缺乏 随时随在 所以重点是什么 他能够满足于 神给予他的现状 但是 各位 这个满足 知足的心 不是自然来的 我们身在不满足里 我们身在 缺乏感 都是这样的 这个是要学会 我已经学 所以连保罗都要学 我们怎么可能不学 都要学的 所以 有时候 神把我们带到一些 比较有挑战性的情况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想法是 主啊 你一定是叫我学 怎么靠你 因为我一来都是这样 顺着我自然的性情在活 开心的情况我就开心 不开心的情况我就忧愁 有些做父母的 孩子好我就好 孩子不好我就不好 一直这样 祈福 你因着旁边的人事物来 祈福啊 这是不能的 你要学会 要学 有一个属灵的功课 你怎么跪下来 仰望主 有时候神实际上给你一些情况 我去宣教的时候呢 有一些豪华的酒店也住过 有一些就是很便宜 肮脏的酒店也住过 对不对 各位这里的酒店 大致上都很好 对我来讲 水族已经很好了 但是呢 这个东西也是学会 以前我在中国去的时候 刚刚去啊 我是从农村开始传福音的 进到山西的农村里面 连厕所啊 都没有门的一个洞 那个地方啊 你们有去过吗 农村过来的 然后呢 下面是 因为人的粪便在下面 就放药下去 然后解除那些细菌的 就这样 然后冬天呢 零下十八十九度呢 在那个地方 哇很冷 然后起来就讲道 我是这样训练过来的 所以后来呢 我到城市去传福音 哇 城市这么舒服啊 城市啊 酒店啊 各方面这么好 我就想 感谢主还好给我从农村出来 慢慢从农村传福音 传到城市去了 所以呢 我也可以明白保罗讲的 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对不对 那有时候去了城市之后呢 水肿高了一点 后来又要回去农村的时候 哎呀 那时候挑战又来了 对不对 哎 但是呢 我没有忘记 哎 主 怎样训练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问 神给你们什么处境学习 你说 你住在美国这个地方啊 太舒服了 对不对 那其实呢 那其实呢 有时候 我们人生很自然的成长 发展的时候 比如说有孩子 那有孩子的时候呢 辛苦 你要带来聚会 这也是一种学习 哎呀 今天孩子很闹啊 哎呀 不来聚会了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对 所以有时候 你一马上 很容易会屈服那个环境 你就发现 你心里就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越来越很会妥协 于环境情况 所以我是已经受过这个训练 其实不但是这个肉身的苦 有时候心灵的挣扎 有些那个难处 有些人问牧师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其实十八十九二十岁 现在 我们一年生一个 但是其实他们三岁 四岁 五岁的时候 我已经出国宣教 所以那时候师母就带着他们 在家 就是说 然后我就这样出国 所以师母也训练 我也受训练 然后两个人因主的缘故 分开一下子 然后再回来 所以你一定记得 如果神给你一些处境 当然没有一个人去找苦来受 对不对 但是如果那个处境是神给你的 你一定记得 祂是要预备你 预备这个器皿 做更大的事 然后你要学 不要留在无助灰心埋怨里面 有时候我们就是无助灰心 我不愿意学 你不愿意学的时候 如果情况有点苦 一来你就埋怨 今天忙一点你就不来聚会 你就会发现 你的人生一直有冲击 冲过来 为什么 不是因为你的苦难比别人多 乃是你的承受力比别人弱 你明白吗 因为你不懂得 在神所预备的那个现况 满足于主 所以总是不能走信心的路 其实这个是跟你的信心有关 所以你要凭眼见来走 好像多马一样 我没有看到我不能信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 我可以跟各位说 真的继续恩上加恩 做成得救的功能 把你的得救的潜能 全部发挥出来的 其实是一直要走信心的路 有一些的uncertainty 也不能预测的 这些东西 各位 你要习惯能够承受的 我以前刚刚来美国的时候 以前去澳大利亚 我也讲这句话 我说大家不要靠你们的security 你们懂security 对不对 你们的保险金 养老金 这个东西 因为国家都帮你们想好的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想好的时候 大家自动的 很容易依靠这个东西 但是其实要依靠主 在这个环境的舒适里面 很舒服的时候 你们给自己一点挑战 给自己一点挑战 有时候 聚会的时间要遵守 有时候新人来要照顾 有时候有一点不习惯 生命里面 有一点不习惯做这样的事 但是看到弟兄姐妹 有忧愁的来 不要让他忧愁的回去 接触他一下 这些东西都是要inertia的 就是你要启动起来不容易 对不对 因为人都喜欢来到教会 大家热闹吃 讲话 闲聊 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眼睛打开 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要我帮助牧养的弟兄姐妹 在哪里 这个东西你要训练自己 以前我每次听唐中牧师讲道的时候 唐牧师讲一句话 就是很感动 他说你们不要为一天的难处来埋怨 因为在你得到这一天的难处里面 你有几百天的恩典在你的身上 他们讲 他说其实你们很少听我这个老人家 就是埋怨的话 因为我从年轻开始我就受训练 早上然后去读书 然后中午然后完成课业 晚上去教书 然后这样的 很习惯的 从十多岁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然后讲道服事 我们这些牧者们 这是讲道的牧者 我们是一周 以前我刚刚做牧师的时候 一周讲四篇道 然后有一天我去美国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牧师 他说我一个月讲一篇道 然后我心里面想 来美国做牧师这样容易 一天讲一篇道 后来讲多久 讲半个小时 其他时候讲什么道 谁讲道 这个外拼 这个拼 那个东西 我就跟他说 那你这样的话 你的弟兄姐妹不是不能从你的身上 得到你的牧羊 因为他们要知道你的理念 你每个礼拜讲道的时候 那你才会更认识他们 因为你要思想他们的情况 然后他们也越来越了解你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你们要拼牧的理由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知道 因为高章老师 他讲道 然后还有一个弟兄 有时候外拼 对不对 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们没有全职工人 但是我看到很多美国教会 牧师也是一个月讲道一次 这种习惯养成了之后 其实不健康的 师父这牧师 一个礼拜 讲几篇道 十篇道 都是不一样的 他讲 我睡觉之前 要想我下一篇道是什么 然后他起来 然后有一天我就明白他这句话 当我有时宣教的时候 真的一个礼拜要讲十篇道的时候 有时候师母讲 老公快点睡觉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想一下 明天要讲什么道 因为我早上一起来的时候 我知道那个主题是我要 马上要祷告 要思想的东西 所以人就变成一篇信息 很自动的 你思想神的道 跟神的道合一 然后你思想羊群的情况 你要讲道的时候 不是讲道理 不是做学者 你是牧者 所以你一定要想群羊的情况 所以你就训练自己 要多设想 他们跟你讲的话 他们的处境 我要讲什么 才能够勉励他们 要怎么用神的话建造他们 各位 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个 一个传道人的生命里面的东西来的 所以不是学术性的东西 所以美国社会是 什么都是compartmentalize 什么都是规格化 学术化 什么东西 如果教会大一点 你要辅导 你找他 你要查经 你找他 你要牧养 你婚姻有问题 找他 什么都规格的东西 没有一个传道人 全部学到完 其实我是这样 因为现在在海外教会 一直建立教会 所以我对传道人的要求 是很高的 因为我知道 如果传道人 不要求他 他会懒散 他懒散之后 整个教会跟着他一起懒散 所以这个是 你们的屏幕计划 就是给你们一些提示 没有人敢来的 没有人敢来 就是你们自己来的 你们自己来 所以土生土长起来 服侍主 但是感谢主 我要讲 我讲完了 各位 学习 神如果给你们那个情况 你们学 那将来 你们就发现 主能够使用你们 做更大的事 地上有苦难呢 是绝对的 不管什么 我们结婚的人 有婚姻之苦 没有人说 我结婚永远没有 一辈子没吵架 没有的 一定有婚姻 两个人要合一在一起 要适应彼此 你养育儿女 你生养了 无论他多可爱 你养他 一定有养育之苦 不可能没有 我们人老迈了 有健康的苦 对不对 身体有病痛的苦 这是一定的 但是感谢主 主给我们看到 我们在这个时候 怎么祈求 然后把什么东西 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然后醒出来 然后满足于 主给我们的现况 在那个现况里面 当作教材 学习怎么看见 同在的主 他不会离开我们 所以连保罗的一生 就是证明 到他走到最后 他要被带去 斩头的时候 因为他是罗马公民 不能钉十字架 但是他被带去 斩头的时候 主站在我旁 给我力量 对不对 最后为主做见证 完之后 荣耀地被带到 主的国度里面去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神保守他的信心 到底的事情 阿们 各位都愿意 我也每次向主祷告 主啊 我盼望我最后一口气 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也是感恩喜乐 然后去见主 虽然这个肉体 朽坏的时候 是很挣扎的 人的病痛来的时候 这个身体很痛 我就记得有一次 我读到中马田牧师的一篇正传 其实不是他写的 是有一个记者 他的朋友 采访的 特别是他讲了 他最后一篇道 他是在Westminster Chapel 做牧师 那个记者呢 也是基督徒 他就写了 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 这个主题 因为 他就问中马田牧师 中马田牧师 你现在已经软弱到 不能讲道 然后坐在 这个椅子 这个arm chair的时候 你希望不希望 神把你快点带走 中马田牧师说 如果我求神 快快把我带走 其实这也是一种 怕死 怕死 他说 神为我定的时间 我要顺服他的时间 所以很多人都 快快给我死 快快去见你 也有人是这样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这样 有些人的病痛 拖了一阵子 但是中马田牧师 他就慢慢从 这个arm chair 以前能够站 后来到不能站 后来只能躺 这个几个月的时间 这个记者就 看他怎么面对 死亡的这个事情 他的信心也是intact 信心是流出 在他的心中 到他最后 人来看他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只认得他的妻子 其他的人他认不得 然后完全慢慢衰退 到他最后一口气 离开的时候 记者说 其实 他一直凭着信心 面对死亡 所以留下了一些 见证给后人 所以叫很多怕病 怕死的人 得到坚固 知道 其实死亡是终究来到 但是主已经为我们 预备永生 所以我们走到 那一刻的时候 反而我们带着信心 面对 主保守我们到底 也留下见证 给后来的时代 使荣耀归给神 阿们 我们去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借着你的话语 叫我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也使我们知道 主 你顾念我们 主特别我们为着 我们田州 Johnson City的这个 美好的教会 这唯一的华人教会 主在这个地方 虽然没有牧师 但是他们 借着长老 执事 弟兄姐妹的付出 这教会继续持续了 将近二十年 主 这是 你的应许 你的美德 主 你自己爱你的教会 在这个地方 设立了你的祭坛 然后主 我们相信 主愿意使用这个教会 来继续发光作眼 成为明灯照亮 在这个地区里面 是很多来到这里的 和华人 能够认识福音的好处 主 在今天 你的仆人 祝福会众的话语 心中也想到 主他们正在聘牧 求主为他们 预备一个 合神心意的牧者 能够来到他们当中 来教导牧养他们 主让这个教会 在 你的 话语的教导 一起 复兴起来 给大家能够一同 兴旺福音 主让我们 有时候冷淡的心 能够再次 火热起来 就使我们 在这个地上 我们虽然在 我们虽然在 这个 小小的城市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 有主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不白战土地 所以我们愿意 遵照主的 执意而行 完成主 托付我们的 我们愿主 祝福这间教会 也借着这教会 得荣耀 愿意 主你仆人 今天所讲的 每一句话 祝福他们的话 都临到他们身上 感谢主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阿们 阿们